我祝福到神明的神明 在名字的名字 大家的消息却已降临了 在那日将有许多人是恭敬的 劳动的 辛苦的 他们将入烈火 将饮废拳 他们没有食物 但有经济 既不能肥人 又不能春鸡 在那日将有许多人是享福的 因为他们的牢记而愉快的 他们将在崇高的乐园中 听不到恶言 里面有泉水 里面有高塔 有陈设者的杯盏 有排列者的靠针 有疏散开的熔毯 难道他们不观察吗 骆驼怎样造成的 天是怎样生成的 天是怎样生成的 山卵是怎样树起的 大地是怎样展开的 你当教会 你只是教会他们的 你绝不是监察他们的 但谁转身离去 而且不信道 真如将以最大的惩罚 称之谁 他们必定只归于我 他们的积核 必定由我负责 我们可以继续 请大家看看